你看這個專案檔 使用3D的專案檔啊 其實就是叫做SH3D 你就把它這邊按儲存 如果你的專案有 編輯過 還沒有存檔 有沒有發現左上角這裡有個信號 跟我們用Word一樣 Office一樣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按一個儲存 好 那它的副檔名叫SH3D 各位 不管你今天有沒有 空號求救 好 就是圖片或模型 所有的 你在使用占地缸做的所有內容 都在這個檔案裡面 所以你要帶走很簡單 一個人 保了 全家就保了 你只要把這個專案檔帶走 我可以確定不管你在線上打開 在 你的電腦上打開都一模一樣 他不會說啊我今天好像剪接軟體一樣 我還得把相關素材一起打包帶走 他沒有打包這件事情 這樣明解嗎 所以你的模型 材質越多 你的專案檔會越大 他就是一個檔案就幫大家帶走 這樣 了解囉 好那你看我把它存起來 假設我存123 好 存在桌面上 那各位 你來看一下我的桌面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 是不是免安裝版 所以 他並不認得 這個檔案格式 所以你如果點兩下會打不開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把我們的軟體打開 用開啟救檔的 這樣了解嗎 這個是免安裝版的一個小缺點 等於說你必須要自己把軟體打開 這樣開啟救檔 才可以把這個檔案 開起來 如果你用安裝版的就 標準的就點兩下就好了 這樣會不會了 理解 所以 各位有沒有感覺到 雖然我們大概不到三個小時 可是你要做一個3D的一個概念 是不是就還蠻容易的 好那 我補充一下 如果你是2D的 一樣可以匯出 也就是說 我要做一個類似這種 3D 就是平面圖的 概念 那你可以把 這個 平面圖 我就找平面圖 有沒有可以叫做 我看一下 選單被擋住了 好沒關係 我就在2D的圖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輸出 SVG 這個就是向量格系 那如果你有以達瑞德 CodeZone 你就可以叫去裡面 在自由的編輯這些內容 因為 說真的 叫你在以達瑞德 或者是CodeZone裡面 畫這個 還不太好畫 你可以 先有一個概念 那不夠的 我就 去裡面加就好了 所以你看我們使用3D 就很靈活嘛 那如果你這個做好的3D 請問可不可以會出 標準的3D模型 可以 我點到3D 有沒有 我剛剛點2D嘛 是不是會出2D的 點3D 我到3D視頻這裡 有沒有發現 可以輸出 OBJ OBJ就是我們一般標準3D模型格式 他除了模型 你會材質 一直幫你輸出 那你就可以把 這個場景 拿到別的3D軟體面去編輯 這樣 就 有進有出 這就更方便了 所以現在的立法院長在當高雄市長的時候說 哈哈哈 要怎麼樣 要 可以進來 要可以出去啊 對不對 等一下 大船入港 其實這個很重要 就是他要是一個開源 為什麼他開源 就是像這樣很方便 那你就 使用上就比較OK 好 那我們今天可能 時間的關係 我大概只能先上到這邊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我們都還沒有講到外掛 其實他的外掛還沒有 所以 希望大家 就是這個軟體好用看看 如果你使用上有任何問題 歡迎你就是 可以到我們簡報的第一頁 這裡 有一個FV的社群 你可以從這邊 去找到 就是 那個 我們的那個社群 好那如果說 你找不到也沒關係 你可以找一下我的部落格 那個 在這邊 有一個 應該是延期地圖吧 還是開課地圖 我有 我的官方帳號 LINE 今天老實在有LINE官方帳號 好如果說你使用這樣的問題 歡迎你來這邊 好那我 看到我會盡快回覆給你 因為 有可能我的 你的問題如果我知道 我就可以很快回覆給你 如果不知道的 我也再找一下 這樣我也可以學習到 OK謝謝大家 謝謝